我们说回20年前 刚刚网络开始的时候 其实市场是越来越大的 刚刚对上三年 有疫情的关系 你会见到很多人 消费模式 是从在offline那边 转到去online 不单是credit card QR告应用 或者支付方面 都是越来越流行 我们作为一个中间人 在商户和不同的 payment method中间 我们会方便到商户 去接驳不同的payment method 因应他们的需求 他们可以省到不少的功夫 以及人力 在缺席方面 或者在customer service方面 我们都可以提到 这么多支援 我们除了提供服务之外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 solution provider 我们为不同的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service provider 提供payment机位的solution 和其他security的solution 而且因应市场的需求 我们为了商户 我们开发了一个mobile app 能够令商户 不需要经payment terminal 可以经手机 直接可以接收款项 我想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来幻想一下 如果每个商户 只需要用一个手机 很普通的手机 可以做到一个payment terminal 可以做到的东西 我们会相信 普及性会大很多 我们听过很多web3 crypto 其实我们的方向就是 市场有什么需要 我们就能够支持到 我们的商户 去接收不同的款项 另外一件事就是crypto 我想之前crypto currency 是一个很流行的topic 也都在某些国家来说 我们可以用crypto currency 去做付款的 刚刚我们承纳的时候 我们是主攻在e-commerce那边 除了市场发展 开始手机支付流行了 或者是除了quarty卡之外 有很多QR国payment开始流行了 你说得对 那个银是大了 但是competitor也是多了 我们维持竞争力 正如刚才说我们的中子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创新 每一次有新的科技出来 客户就会要求更加新的付款方式 或者是整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 简化流程 我们的中子就是 我们会紧贴客户的要求 提供一些服务 或者是做一些solution 可以复较到他们的要求 我们经历了23年 我们由一间startup在香港 直至到现在 我们有16个office 在11个不同的国家 为每个各个国家提供服务 和solution 我们希望未来会为全球的商户 能够提供更加好 更加全面的电子支付服务 这是我们的理想 和我们的目标